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大陸及香港1月8日會正式通關 通關名額是6萬人次一天 根據政府資料科技總監辦公室表示 香港市民對於通關的反應十分之踴躍 網上預約系統開放後 頭兩個小時已經有超過15萬人透過系統 預約出境從香港去內地 去到晚上11點就有超過25萬人完成預約 根據政府資科辦說 網上預約系統在旁晚開放曾經處理到 大量市民同時進入 甚至乎要預先排隊淪後才可入到系統進行預約 有市民試過等了半小時才可入到系統預約 但之後已經不用再出現需要淪後的情況 系統的運作大致順暢 而且他們說程序簡單 大多數市民可以在15分鐘之內完成到整個程序 他說現時所有日期仍然是有預約時段 是可以被市民選擇的 那資科辦提醒了 擁有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市民同樣可以用身份證進行預約 如果是用其他證件進行預約的話 預約系統就會以短訊的方式 向申請人提供的電話號碼發送一個一次性的密碼 讓這些申請人做一個確認 如果是拿著往來港澳通行證的內地居民 返回內地就不用預約 同樣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 如果在內地返回香港也不用預約 看到了 香港市民對於返回大陸這件事都真是幾踴躍 有三年很多人是有需要返回大陸 有部份可能要探親 有部份是兩地家庭 那到現在為止 都總算是可以見得到一個曙光 疫情真是快就完 但是到現在為止 每一日都仍然是還有名額的 那即是講緊 你一日六萬個的名額 分分鐘是初期來講都未必可以預約得到滿債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是一個好的開始 希望之後是越來越叫做有序地開放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